皇上 漢臨代召李伯, 叩見皇上 停身 謝皇上 為甚麼原來你就是李伯 皇上 李伯酒醉未成, 如此無禮 你應逐出尋方形 皇上, 高大人言之有理 微臣的確酒醉未成 忽問召見, 匆匆而來 唯恐寫不出好事 還望皇上准我回去 師 不如就留在一邊高大人寫吧 李學士不必俱禮, 痴狀 謝皇上 來 來, 醒酒 李學士, 難道你的酒醉還沒醒 是 李學士 朕命你寫幾首讚美娘娘的詩 李歸蓮已經抱了曲 就等你的歌詞 皇上所言甚是 只有李歸蓮大人的曲 加上李伯的詩 才能表達出娘娘之美 是 李學士打算怎麼樣去讚美娘娘呢 娘娘各式天香 就算是天上的朝輝晚 也不配作為娘娘的衣償 人間花中之王的貌丹 看見娘娘都要自殘形為 說得好, 說得好, 速速捨來 皇上, 娘娘千嬌百味 可重之處, 有餘行河沙索 只可惜, 微臣今天依李局縮 好, 怪不舒服 還望皇上准微臣回去 更衣換你 既然李學士覺得依李局縮 引來, 快替李學士換上便鄉 遵命 娘娘, 微臣知道 宮中事情無論大小 都由高大人親力親為 脫虛之事 何況就交由高大人呢 拜託 高將軍 在 你還當作是替朕孝奴 臣子 高大人 寧可 楊 匆尼 大案 是 好, 高章軍, 你沒事吧? 沒事吧? 沒事吧, 又好多了 老闆塞 人來, 拿酒來 是 李學士, 今天高某人 替學士你脫香 是我高某的名顏 而今天, 經學士的一本 先喝為敬 高大人, 李伯深感你的盛情 但是請恕在下 酒量淺薄, 不能再喝 現在就借助你的盛情 一世佳前的塵埃 我愛你, 回家 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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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可惜不須好而墨味濃 莫嬷 禁止 楊章軍, 可否替你白磨脈, 放肆 大哥, 既然你學士肯為妹妹我寫詩 那為甚麼你不肯為我磨脈 我寫詩 楊章軍, 莫嬷 禁止 有路容梁, 大昌 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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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回宮 回去休息一下 娘, 李學士, 去吧 娘, 李學士, 去吧 李學士, 你醒了 微臣已經小竭一回, 酒意意消, 正想告退 李學士才情橫日, 清禮高絕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有個一面之緣? 是 李學士, 你在想什麼? 請說微臣霧媚, 敢問娘娘你縣跡何處? 我是屬宗人 那你的家人 我已經沒什麼自親了 自我董事以來, 我娘已經離開了我 後來我聞得 原來我娘是一個還族的道姑 我, 世間的事 有時候真是旁熟 李學士 色彩你寫的三首清平調 集進天下皆居於我一身 真是謝謝你 既然李歸蓮大人有曲無詞 而皇上又有名 微臣怎麼可以不寫呢? 其實, 微臣認為 今晚是不應該寫這樣的詩 李學士何出此言呢? 如今 是應該淫破陣子 唱漢武帝的大風歌才對 大唐正直太平盛世 又何須唱大風歌與淫破陣子呢? 娘娘, 大風歌與破陣子哪一道明鏡 道盡前朝望角之痛 如今皇上擔於日落 實非各家之福 如閒內能聽聽大風歌之狀 破陣子之愛, 易作警惕 那總好過夜夜生歌風花雪月 好可憐 實不相瞞 我雖然身為貴妃, 也是迫不得已的 正所謂一入恭維, 身不由己 其實我只是皇上身邊一個玩偶 微臣也很明白 我李伯身為一個漢臨代賬 又何嘗不是一個玩偶 我李伯是不甘心做一個虛有其名的漢臨代賬 我亦希望娘娘 不是甘心情願地做一個玩偶 我是當甘娘娘的兄長, 堂堂大將軍 竟然要我跟她磨脈, 豈有此理 郭舅爺, 磨脈算甚麼 我們老爹要跟她脫胸 你說成何體統 昨晚之獄 你以為我會就此放過她嗎 這個李太太 皇上對她十分寵愛 連娘娘也對她有所傾慕 昨晚我還見娘娘跟她在禦花園融融細雨 真有此事, 我又怎會說謊呢 老爹, 老爹 這件事這樣看來 李太伯這個人就不能再留在宮裡了 那很容易 只要我們在皇上和娘娘面前 說盡李伯的壞話 皇上自然會把李伯逐出漢臨院 老爹, 萬一皇上不趕他走 那我們豈不是枉作小人 那…那你有甚麼主意 順我者槍, 亦我者望 王上一堆 皇上出門 王上到處 王上 是哪個牌來的 你怎麼做事的 殺人不到還幾乎被人知道是我們做的 老天, 我說了你, 我對你說了 你太白的身手不凡 好了…大家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還是聽老爹的計謀 那就是把責任落在我身上 太白, 何公 怎麼樣?沒甚麼事嗎? 沒甚麼, 本來可以問那個主謀是誰 可惜被他們殺人滅頭 是甚麼人的所謂 不問而知, 還用甚麼問 如果讓我找到真憑實據 我一定周命皇上 算了, 算了 今天皇上有指令 叫我收書篇寫開國至今的大堂史 還說叫我沒事就不要入朝見他 一定是那些奸人搞的詭畜 我今天來就想告訴你 我已經決意持官返鄉為道 甚麼話好功 我已經決定了 殘身幫道 大事已經無可為了 我已經這樣的年齡 在官場已經持平了幾十年 都應該休息一下了 何公, 真的這麼絕望 大爹 我看你也不說有長安 以這個性情 你是不適合做官的 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的 大爹 何公, 你虛意意決 我也沒辦法 但是在你臨走之前 我希望你能夠為在下 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不想再做一個 虛有其名的漢能代仇 我希望你能夠幫我求皇上 委屈一個實績 我看皇上 未必肯委任你了 賀公, 我求你幫我奏命皇上 有機會 我一定能夠助命主, 清君則 不可以 即使皇上肯委你 那幫小人都不容許你 動下還會害你 我就是要跟你鬥到底 坦白 何公, 我求你 好, 那一起拜託 皇上 你的矛盾開著 文娘香不香 靠見皇上 三日卿家, 停身 皇上, 老奴有事啟奏 快來, 皇上 老奴事後皇上多年 如今老奴年老歷衰 不能再效犬馬之奴 皇上, 美臣亦有意告路歸田 皇上, 美臣才得淺貨 請皇上恩准美臣解鴿歸田 三日卿家, 你們今天到底有甚麼事 請皇上恩准 大哥, 你們有甚麼事便稟上皇上 何必搞成這樣 三日卿家, 平身 謝皇上 老奴氣憤難平, 不容多言 現在長安城內流言四起 美臣實在無面目見人 眼眠視小, 有選皇上龍威蝕大 三日卿家到底聽到甚麼 老奴, 馬上就來 皇上, 李伯自誇威風白臉 心得皇上信賴 他還說可以在皇上面前醉酒胡言 皇上都不家怪責 還可以要高將軍跟他脫香 楊國寇和他磨脈 還有, 他說自己才高八斗 連娘娘都對他傾無三分 李伯真是太過分了 他簡直太狂妄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漢林代召 竟然平擊朝廷 還勇馬皇上 他怎麼勇馬 皇上, 有思為政 李伯說大漢無蹤賊 兇奴犯衛僑 五元秋草鹿 胡馬一何嬌 這些分明是借古奉金 他說皇上你治國無方 簡直是胡言亂語 皇上, 他這個人這樣做 明明是想造反 請皇上立即把他問斬自罪 是呀 不過朕以為 李伯雖然狂妄 但是如果朕將他治罪 就會為天下示人所短 那就會影響朕的威名 不過無論如何 都不能再留李伯此人在京都胡作非為的 啟稟皇上, 秘書鑑賀之章, 求見 參見皇上 免禮 謝皇上 何慶賀, 有何要事 稟皇上, 微臣追隨皇上 已經幾十年 心得皇上重幸, 為事未臣, 以戒慕連 請求皇上允許, 持官回鄉為道 何卿是想持官, 入官為道嗎 是 皇上, 何大人既然想持官 也很應該的 就請皇上恩盡 好, 朕就練你為官清廉, 就准你持官 何況朕一向喜歡道教 何卿家, 你入官為道之後 如果有空餘的時間 不妨為朕參嘗一下 長生不老之術, 知道嗎 微臣, 臣子 微臣還有一事要啟奏 你還有甚麼事 想李伯曾經寫文書 為朝廷立了功 朝廷應該委以官職 不應該投閒置散於韓臨院 何卿家 何卿家 李伯是不是在你面前 說過對陣不滿的話 李學士並目不滿皇上 請皇上千萬不要誤會 漢臨代召不下數十人 就唯獨李伯一人不安於現狀 莫非李伯想一步登天關 高將軍 你沒試過懷財莫如之苦 你是不了解的 何大人, 你這句話怎麼解釋 莫非你暗指本將軍無才吧 兩位兄家 無謂為一個小小的李伯而爭吵 何況李伯為人 我們聽人說他心術不正好酒好色 現在既然他等不及了 朕就將他賜金還香永不錄容 小小李伯, 柳大會 香音無改, 笨無趣 如同相見不相識 小問黑松何處來 想當日我遵事為官 不經過已經有幾十年 到今我一時無息 真是愧對鄉親 所謂青嬰兒相見, 白雪蘭童條 何公, 今天你和我分手 本來晚生有很多說話想說 但也不知從何說起 如今就借這一杯酒 多謝何公你知語知音 太白, 起床, 你起床 我今次觀歸故來 你又恥今還山 你知相逢於何日了 我今次觀歸故來 賀公, 你放心 李白一有空, 一定前來敗會 希望能夠等到你 賀公 賀公, 你也要珍重 賀公, 你也要珍重 賀公 ob 何山千古秀, 花木四川 料魚由花香萬雲搭青山 不錯 小二, 叫老闆進來 大人, 小爺有甚麼招呼不周 請大人盡管吩咐 我不喜歡有人在騷擾我們的阿慶 焦大人…真對不起… 我們不知道焦大人今天來得這麼早 混帳, 為甚麼會有三教九奴的人在 你信不信我把你拉回衙門打五十大拔 對呀… 小爺該死, 小爺該死 大人, 我在喝酒, 與老闆無關 小爺, 你別擔心他們 最多我現在離開這棵樹 大膽無禮, 這裡怎麼道你說話 沒錯, 這裡… 你甚麼人? 是呀… 這裡原本很清靜 想不到你們弄得這棵樹又酸又醜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說話 又酸又醜? 豈有此理, 竟敢跟我說話 你到底是甚麼人? 我…我是甚麼人 誰是誰 看看在甚麼 你瘋狂 四名有狂客, 風立何為真 長安一相見, 風我集先人 本來李鶴仙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真是高張的, 你說你脫下 兩國九都是你磨脈 皇上似今頑山, 真是沒了 你真是雜誓 你看你的表人才, 真是一個主任無懷 李鶴仙, 就請你唱喝一杯, 以進雅慶 對了, 李鶴仙 雅慶已經被你拖壞無語 我現在把你們拉回去打五十大板 李鶴仙真是開玩笑 就請買共聚一杯 是呀, 李鶴仙, 請上便 今天呂徒疲乏, 恕不奉陪 李鶴仙, 請上便 李鶴仙, 請上便 李鶴仙, 請上便 李鶴仙, 你在這裡就對了 落用很多文人雅士, 頭貼求見 這個就是關財子, 劉財子, 這個是張財子 李財子, 弟弟 這個書, 還有一首詩還沒寫完 是洛陽財子, 杜虎所寫的 他想請李鶴仙, 指點, 指點 好 我雖然不是文人雅士 但是也知道杜虎所寫的詩 在這一帶很出名的 女夜書懷 細草微封岸, 藝牆獨夜舟 很普通的 你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好 不客人 我過來 我來 頂多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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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樣, 你就可以把首詩的異景提升 我想你應該想得到 哪一位 哪一位 李學士, 是我 甚麼事 我打算最後兩句 兩句 那你不聽聽 最後兩句就是 飄飄何所似, 天地一沙歐 好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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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你最後這兩句 把整首詩的異景提升 實在高描 既飄逸, 又高顏 如意又深遠 從正中帶出道 這首詩 把眼前平凡的景物 推展到海闊天空 令人心胸廣闊 好句 好句 謝謝你學士指點 不用客氣 以後不需要學士稱呼 現低 請坐 我替你喝酒 好 好 來, 我敬你一杯 喝 蛇南蛇北皆春水 但見群勾日日來 花敬不曾圓客素 奉滿金市圍棍開 李兄 我本楚狂客, 狂歌笑孔憂 首詩陸玉象, 招別禍學藍 五岳尋山不辭 一生浩入, 明山游 好詩 的確是好詩 高兄 這位是李學士李伯先生 這位好朋友高昔 九陽, 九陽 一位洛陽才子 一位宅仙人 鐵盤圖牛 終於在洛陽城中存為佳話 我真是勞遲了 怎麼會遲呢 未遲, 未遲 我有個好提議 不如我們北山打獵吧 好主意, 好主意 不如我們去南山也好 好 只要有獵可守 去哪兒都不是問題 怎麼不去北山呢 那裡的鳥獸比南山更多 不過… 北山的路途比較遠 你不記得嗎 我們還要趕回來執拾行裝 準備入長安 是呀 我差點忘記了 我們快點去吧 李兄, 我們走吧 維兄有點不舒服 想先行回去休息一會兒 兩位, 告辭 怎麼我們一提起長安 李學士就好像… 是不是惹起了他甚麼心事呢 不如我們問清楚他吧 李學士 李兄 李學士 我明天要回任聖了 李兄, 今天游慶荒龍的時候 你突然走了 小賴心裡真的很不安心 你這麼快又說要走, 那麼… 李學士 我們提及想經考官的事 你就不開了 沒有每問一句 我們是不是勾起了學士的心線呢 如果是的, 我們真的很抱歉 是嗎 學士到底有甚麼心事 不妨跟晚生說 或許晚生可以跟你分憂 對了, 李兄 小弟真的很不安心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們說好 你是不是不想我們去長安道考官 其實你們的才華 是很應該向仕途方面發展的 我是不應該阻止你們的 無論如何, 我也決定不想去碰一碰雲數 你不如說說在長安三年月曆 只教個小弟 對了, 我們見到皇上 或者見到顧大人應該怎麼樣 為什麼 或者我就把我的經歷告訴你們 作為一個參考 好吧 當年我有兩個年輕的朋友 一起想經行事途方面發展 一個就做了大官 而另一個就老賭終身 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懂得在官場上轉型 而另一個聲情耿直 不善奉迎 學士所說的 莫非就是王位和孟浩然 沒錯 不過這樣, 各人的際遇是有所不同的 或者你們兩個在仕途方面 大有發展也不一定 說不定 我也會在金蓮殿上面 再和你們見面 希望 來, 我們和你學士人 好啊 好, 那我祝你們兩個 仕途順利, 一帆風順 謝謝, 請看 李兄, 不知道多久之後才能見到你 不如明天我任成找你 好啊 賢弟, 這次你上京要事事小心 我希望明年的今天 在任成那裡可以聽到你的好消息 好, 一言為定 好 好 好 客官, 怎麼這麼晚來桃棧? 請請… 我想請問一聲 這間客棧不是中大姐嗎? 他們兩年前已經賣給我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那我不太清楚了 你去其他地方問吧 不停不停不停的 我只是錯了 其實這間客棧是駿多的 偷怕見的 我也不在太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